与正的延续攻略,正在热播,剧情已经进入到宫斗最紧张阶段,为应落后宫稍微使下复仇剂一如既往,得保持着快节奏的手蜡感。 剧情实在有毒,看到停不下来,创造话题层出不穷,每天都被刷上热搜,十分热闹,而这个时候与延续攻略内容大壮的如意传并未在延续攻略的热闹中声音变小,反而因内容相似,经常被比较,甚至双方粉丝开词,包括也有如意传演员忍不住内涵延续攻略,但又不得不承认,延续攻略是心愿的。 即使是没上心,采取网播形式,也成为2018年的第一个爆款,后又被TVB收购这波口飞和钱都赚了,反看如意传迟未有定档,让期待该剧的观众十分焦虑,一而在在二三传出的定档播出好消息,最终都成了狼来了嗨的空欢喜一场,但依然没挡住喜欢如意传粉丝的热情, 仍然兴致满满的去该剧导演微博下打卡追播,以至于导演每个动态都让大家联想翩翩,直到五月份该剧导演发了一条微博,如意皇后要开花了,一纸如意传终于要播出了,并与三景演员李晨鼓动,粉丝们才看到了一点希望,表示行安了。 随后传出定档8月,周播形式,虽然88级周播,很多人表示太漫长,不知道要播到何时,但大家也是边吐槽边期待。 但是没想到原版定档8.14晚间,在江苏卫视与东方卫视播出,一周四集,网络平台每周八集结果,又因为反播平台与卫视无法同步,所以导致失约。 这一来二去,观众的耐心,真的没摸得快没了,更扎心的是,最近如意传又被网友爆料,依次海外版资源遭泄露的消息,从网友曝光的图片来看,好像是如意传前五集的资源。 而从曝光的照片来看,如意传中周旋的少女造型,确实略显皮态,不是特别的好看,服装造型也有些奇怪,斜流海和蝴蝶结,冻结的眼睛倒是依旧抗打,颇有复查皇后的端装贤淑状态呢。 张俊宁饰演的于贵妃,可能是打光的问题,也有些疲倦感,但仍然很美丽的说,包括霍建华饰演的前小四,穿着大红色的龙袍也有些太新亮了,而从这些照片能看到该剧的色调,有些像早期TVB宫廷剧,没有做精修,倒是很显实。 当然比起延续攻略的工笔画色调,确实显得粗了一些,但质感好似还未进行调色,一些网友看到这种情况,纷纷吐槽质感不太好,周旋没灵气,感觉着不知会哭的样子。 但随后一次知情缘澄清,曝光的东西是越南内部人员泄露,后期还在做字幕中,现在已经下架,腾讯不久会催出,高级本次千万别相信。 泄露吧,免得上当受骗,怎么说呢?如一转自杀清以来,真的是命运多蠢了,希望快点播出吧,CM的免责声明,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不代表腾讯王的观点和立场。